大家好我是杰西 欢迎大家跟杰西西收看 今天是9月15日的英文新闻 好TGIF Thank God is Friday 感谢终于周末要放假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这边的新闻 是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新闻 好昨天呢 那个墨西哥的国会听证会上 就是给大家看那个木乃伊 好这是外星人木乃伊的 的那个遗体 好那NASA就说 嗯 这个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外太空就是我们NASA最了解 对不对 好我们也要来做一些研究 就给你们看看 好我们要怎么样的做研究 好NASA is to engage a global army of citizen sky watchers to help it solve the mystery of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more commonly known as UFOs and search for life on other worlds 好NASA就是美国 太空总署 等下单字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 这个是缩写 是从哪边来的 好 is to 在英文我们讲 is to就是即将马上 很快要做什么事情 好 engage的话呢 这边就是参与的意思 就是动员 好让全部的 global army of citizens sky watchers 好 sky watchers 就是看天空的人 都是什么呢 天文的爱好者 那这边的话 是全球的这个 citizen公民 然后是怎么样呢 他用army army就是一群军队这样子 那这边指的不是军队 就是让这些呢 所有喜欢全球喜欢 关心的好 爱好天文的现象 这些人呢 全部让他们动员 来干嘛呢 来帮助他 这个itzer就是NASA 帮他做什么呢 soft the mystery 好 解决这个谜题 这个谜题是怎么样的谜题呢 unidentified 好 就是未知的 anomenous 就是异常的 phenomenal 好 现象 好 那这个 什么叫做未知的 异常的现象 more commonly known as 好 这个东西呢 which is known as which is known as 过去分子 就是前面这个现象 被认知为 被知道叫什么 UFOs UFOs就是什么 不明飞行物体 也就是 幽浮 外太空船 好 and search for life on other worlds 好 我们这个世界 其他的世界 的生命 就是帮忙 大家都来动员 你来告诉我 给我你们的资讯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去发现 好 外太空的 这个 是不是真的 应该是啦 宇宙这么大 怎么可能只有我们呢 对不对 一定有外太 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很流行的说法 就是你怎么知道 解析不是外星人 搞不好就是外星人 我只是装成 地球人的模样 对不对 所以你的周遭 任何人 可能都是一个外星人 好 The space agency has also appointed its first director of UAP research 我不知道 UAP 忘记 对不起 忘记 因为UFO 我们都会念UFO 那UAP 这个有点难念 所以我们就直接 念UAP research A de facto chief A de facto chief of U4 studies to coordinate its efforts to help explain the unknown it announced on Thursday as it unfilled a science-based roadmap to correct future data 好 这个太空总署 就是太空机构 主持 动词 has also appointed appoint 就是任命 好 任命谁呢 这是受持 它的第一个 怎么样呢 这个UAP就是 不明现象的 研究的主任 好 任命了一个主任 其实没有这个机构 但是他任命了 这个主任 好 A de facto chief of U4 studies 好 一个真正的 这个负责人 来负责这个UFO 好 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研究 好 那这个director 是怎么样呢 to coordinate 他 任命了这个人 好 然后为了什么 因为呢 他要来协调 coordinate 就是协调 its efforts 好 他的这些努力 来解释 help explain 帮忙解释 这个unknone 未知的 theunknone 好 那eannounce 这个it 就是NASA 在礼拜四这边宣布 好 ads的话呢 就是同时呢 他也怎么样 unfail 昨天才看到这个 昨天还前天 才看到这个字 好 把面纱拿掉 推出展现了一个 science based roadmap 好 有科学根据的road map 地图 就是蓝图的意思 to correct future data 好 用来收集 未来的资料 好 其实就是外太空 这种不明现象 是应该是蛮多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像飞碟 一般的是真的 在土耳其 在今年 看到这种云 这样子 好 那 NASA的话呢 他们一开始 就是任命一个人 对不对 他本来没有讲 这个人是谁 后来才讲出来 为什么 他说怕这个人 被那个喜欢飞碟 不明为飞行物体的人 干扰 有没有 他说 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人 好 from being hassled by people with strong feelings about UFOs 这样子 好 然后这边 对 基本上就这样 他就命令 就是 就好像就是 这一位先生 这样 他有讲了 就是 外太空很大 所以呢 对 大家有什么消息 都可以给他 所以是 没有研究的 这个特定的机构 但是派的这个 好 这个de facto 就是实际的 实际的 就是你没有 这个研究机构 但是你派的这个人 就是可能 就是做一些研究 这样 也不是研究 他没有研究 就是他可能 就是大家收集很多资料 然后他可能是 类似有相关经验的 好 就帮大家解谜 帮大家这样子 好 这个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假如对 外太功能 更有兴趣的话 就关注NASA 搞不好 最近又有什么新的 好新现实出来 好的 NASA is to engage a global army of citizen sky watchers to help solve the mystery of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on more commonly known as UFOs and search for life on other worlds The space agency has also appointed its first director of UAP research the facto chief of UFO studies to coordinate its efforts to help explain the unknown it announced on Thursday as it unfilled a science-based roadmap to collect future data 好 NASA刚刚说要帮大家解释 对不对 就是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好 National 国家的 好 Aeronautics 就是航空的意思 那Space 是太空 好 Administration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管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我们翻太空总组 我们看蛮多人 喜欢穿T恤 就写一个NASA 这样子 好 所以你知道一下 哦 它是美国国家 航空太空军 第二个 Engage 好 Engage 它有很多意思 动员招募 好 这个当形容词的话 哦 She's engaged 是什么意思 订婚了 也是这个字 Get engaged 好 Solve的话 Solve是动词解决 好 Solve problem 解决问题 那这边Solve的是mystery 好神秘的事情 好 那UFO这个字呢 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好 不明的 飞行的物体 就我们讲UFO 所以Unidentified 是不明的 不知道的 不是这个名 对不起 好 那Anomalous Anomalous是异常的 好 这个字呢 phenomenon phenomenon是现象 名词 那它的负数 不是加S 这边要特别注意 它的负数是phenomena 好 phenomena 比较特别 有几个特殊变化的 像那个有没有 Daten Data 好 Bacteria Bacterium Bacteria的动 有几个 好 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 那个拼法 不太一样的 没有很多 看到一个 一个就可以了 好 Appoint Appoint 是认命的意思 那说这个字好面首 对 跟人家约会的 那个 这个 Appointment 这个字 约会 好 预约 跟那个医生的 预约约会的 好 是Appointment 好 De facto De facto 是实际上的 真的有这个东西的 不是假的 好 Coordinate Coordinate 这个字可以记一下 动词协调 Unknown 是形容词未知的 好 Unfail 这个礼拜 已经看过两次的 意思的样子了 好 介绍 推出 好 Room Map 的话 就是蓝图 规划 那有时候是拼在一起的 这样子 对不起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在那个 NPR 美国的新闻的头条 看到的 A federal jury has awarded 100,000 to a same-sex couple who sue a former county clerk in Kentucky who refused to issue them a marriage license claiming that doing so would violate her religious beliefs 好 这个呢 一个陪审团 好 联邦的 Federal 联邦的陪审团 主持 动识 has awarded 好 awalt这个字当名词 就是奖 颁奖 那个奖 对不对 这边的话 就是裁决出来 判定 怎么样呢 要赔钱 赔多少钱 十万 十万大概三百多万 好 给一个 same-sex couple 同性的伴侣 好 那这个同性的伴侣 是怎么样的伴侣呢 同性伴侣那么多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 形容词子句 好 who sued a former County Kirk in Kentucky 好 到这边 这是你的 形容词子句 他们呢 这个 这一对 这一对情侣 这 不对 现在已经是 这一对 最好怎么讲 不能讲夫妻 要讲 这一对伴侣 好了 这一对伴侣呢 他们数就是控数 好 告我的意思 告了那个 先前 表示他现在没有在那边做 Former County County是美国那种县 好 在肯德基 这个县的 肯德基应该不算是县吧 肯德基州的一个职员 好 那这个职员是怎么样职员呢 who 好 通常形容词子句呢 会放在这个街的名词的前面 可是因为这边 你只要把这个街机制品 in Kentucky 把它放太远了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修饰的不是肯德基啦 好 肯塔基不是肯德基 想到肯塔基 大家有看到吗 日本的板神队 好 赢得了那个叫什么 就是 球赛的冠军 棒球赛 然后听说有一年 他们把那个肯德基叔叔丢到 那个是什么 道顿角 那个 那个桥 那个河里面去这样子 所以今年那个肯德基叔叔就出来说 拜托不要再把我丢进去了 这样子 好 来这边的话呢 这个职员 who refused 拒绝怎么样 issue them a marriage license 拒绝发给他们结婚证书 所以因为你结了婚之后 你是不是要到 就是要拿结婚证书嘛 对不对 就是台湾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结婚 就是去那个 台湾去哪里 护证事务所 好 你要领那个东西 对不对 拒绝发给他们 好 那这个人呢 这个claiming 还是修饰这个clerk 这个clerk 这个职员呢 就宣称说 好 that doing so 好 他宣称说 这么做 好 怎么样 would violate her religion's belief 好 他宣称这么做 会怎么样呢 违背了 他的宗教的信仰 好 他可能是 我不知道 应该才是基督教吧 美国最多就基督教 好 那他就说 违背我的信仰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发给你们 我的婚姻执照 然后就被这一对 这一对情侣 这一对伴侣 好 告到法院去了 然后法院就判陪了 好 那这边呢 我觉得判陪 然后你知道 你看这个照片 我就觉得 你可以很清楚 看出来NPR 这个新闻 他们呢 就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新闻媒体 都会这样 你们注意一下 去看一下那种照片 好 新闻媒体 你假如是正面的新闻 喜欢这个人的新闻的话 那个照片 就是像你看这样 很正向 很正面积极的 可是你的 这个新闻呢 是你要播出 就是比方说 你不喜欢这个人 讨厌这个人 照片用的就是 你看这样 有点咬牙切齿 好像不是很开心 这样子 好 就会用这样的新闻 然后这里的话呢 他就反正就是 判陪对不对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Sapring Hall Says 好 这个 这是他律师 就出来讲 他说呢 他们这个 同性办理 那个律师 都说 因为美国现在 同性结婚 是合法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最高法院 就已经 就是有给他们 这种权利 他们宪法上 有权利 可以结婚了 好 但是呢 他说这个case呢 不是有关于信仰的 好 他也不关 也不是有关于说 他们结婚的权利 什么 他说这个case 就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好 拒绝做他的工作 就这么简单 对你是政府的官员 你的信仰 好 跟这件事情 是不相关的 所以后来那个人 可能就是被fire掉了 这样子 对 好 觉得这个判例 还蛮好玩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在我们再看一遍之前呢 今天还有个大新闻 但是 我就没有做 我就是 那个Hunter Biden Hunter Biden 有没有很熟 是谁啊 这个是乔拜登的儿子 好 被起诉了 好 那这个起诉呢 就本来之前 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弄掉 但是呢 又有一点 对 就是 被其他的那个法官 就说不可以 他就是好像有一个 这有点 就是 他本来就是说要认罪 然后就不起诉 可是呢 现在就有那个法官说 不行不行 不能做这样子的东西 动作 所以呢 就是现在他又被告了 然后就是 对 是政治 好 还有一个就是 哦 先讲就好了 今天讲太长了 我们来看答案是第一个 Federal Jewelry Federal Jewelry 就是陪审 联邦的陪审团 然后Jewry 就是一个陪审团的意思 好 Award Award 动词在边 法院这种的是裁定 名词他就是奖 颁奖 点你那个奖 那么 Academy Award 奥斯卡金像奖 那个奖 好 诉就是动词控告 Curk是职员 好 issue是颁发 动词 名词也有议题 一刊一刊的期刊 那个也是issue 好 Marriage License License是执照对不对 结婚的执照 这应该就是结婚证书吧 好 Claim是宣称 Violate Violate是违背 好 Religious Belief 就是他的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ief 那宗教就叫做religion 好的 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 明天礼拜六休息啦 跟大家一样休息 礼拜天就看情况再说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OK Happy Weekend 拜拜 今天讲得好 不顺 请不吝点赞 订阅